香港家书 Johnny,自从你毕业以后,我们都几年没见了 近来好吗?在疫情期间,要多多保重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应该是农历新年期间 我首先祝你在新一年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我记得你在历史系读书的时候 对香港的传统文化很有兴趣 我在2021年初,被政府委任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 就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保护和教育等等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见 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 非为的研究、保护、传承和推广工作 任重导演 掌管非为的保护传承在国际间算是比较新的议题 特区政府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和非为有关的传承和推广工作 例如在2014年公布香港首份的非为清单 2015年成立非为办事处 2016年在三栋屋博物馆设立香港非为中心 2017年公布首份香港非为代表作名录 以及2019年开始推出非为资助计划 或者我们对非为成全的推广工作 我建议你可以在政府的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 去荃湾三栋屋的香港非为中心 参观一个刚刚在去年11月开幕的《巡星密道》 《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 这个展览利用艺术和多媒体元素 以暂新的拆展手法 重新演绎本地传统文化 展场里面有不少的打卡位 相信你一定不会觉得悶的 你应该可以从展览里感受到非为 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最后希望疫情尽快过去 到时可以约你们和一帮旧生去围村吃盘菜 一起体验这项香港的非为 麦敬生2022年2月5日